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 接下来老师要做第一个动作 老师现在做什么 非常好 老师现在看书 很好 还可以怎么说 老师在看书 很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动作 大家仔细看好 老师现在做什么 很好 老师现在听音乐 那么还可以怎么说 老师在听音乐 非常好 接下来第三个动作 老师现在做什么 很好 老师现在写字 那还可以怎么说 老师在写字 我在写字 我在写字 非常好 非常棒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具体的学习一下 在这个语法点 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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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表示动作的进行 都表示现在在做的事情 这是正常下想做的 message 同学们 屏幕前的你们现在在做什么呢 谁能告诉我,在看微课,非常好,所以可以怎么说?我在看微课,很好,还可以怎么说呢? 我正在看微课呢,嗯,非常棒,还有吗? 我正看微课呢,很好,还有吗? 我看微课呢,非常棒,刚才大家用在,正在,正,呢来造句正在看微课,他们都表示一个意思,都表示现在正在看微课。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小游戏来练习一下我们今天所学的语法点,这个游戏叫做颜色拼图。 那么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我来告诉大家,这一个游戏总共包含三个小任务,每当大家完成一个任务,拼图的一部分就会点亮。 当完成所有任务的时候,整个拼图都会点亮。 大家想不想点亮这个拼图呢? 那就跟我一起来完成所有的任务吧。 好,在我们开始游戏之前,我们先来看一段小视频。 很多中国人都有早起的习惯,那么他们早上都做些什么呢? 今天是星期六,我们一起去学校附近的公园看一下吧。 六点钟的时候,公园里已经有很多人了。 那他们在做什么呢?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一下拼图,开始我们的游戏吧。 好的,我们看一下,这就是我们的拼图。 我们要完成三个小任务,然后将整个拼图来点亮。 首先,第一个任务,大家听仔细咯。 男生在做什么? 很好,男生在跑步。 那么还可以怎么说? 男生正在跑步,很好。 还有呢? 男生正跑步呢,非常棒。 还有吗? 男生跑步呢? 非常好。 我们的第一块拼图被点亮了。 好,接下来,第二个小任务。 老爷爷在做什么? 谁能回答我? 老爷爷在散步。 很好。 还可以怎么说? 老爷爷正在散步。 嗯,非常好。 还有吗? 老爷爷正在散步呢? 非常好。 还有吗? 老爷爷散步呢? 非常好。 恭喜大家完成了第二个小任务。 看,我们的拼图又被点亮了。 好,接下来,最后一个小任务。 一些人在做什么? 仔细看,一些人在做什么? 很好。 一些人在打太极拳。 非常棒。 那么,还有别的说法吗? 一些人正在打太极拳。 很好。 还有别的说法吗? 一些人正打太极拳呢? 非常棒。 还有吗? 一些人打太极拳呢? 非常好。 恭喜大家完成了所有的任务。 我们整个拼图都被点亮了。 恭喜大家为你们点赞。 通过今天的课堂, 我们学习了在的语法。 正在,在,正,呢。 他们都表示动作的进行, 都表示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呢? 常用在口语之中。 你们学会了吗? 美好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 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后作业是 与你最好的朋友打电话, 用汉语询问他在做什么, 也用汉语来回答你在做什么。 今天的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再见。